一模一样 也不一样 大黑比较瘦 大黑比较秀气 小黑脸比较大 你们今天认识一下 然后他就该走了 就是见个面 小黑你走吧 大黑要去新家了 看我们大黑多淡定多好 大黑 咱们今天就要去新家了 但是去新家之前 咱们还得去趟医院 让盐宝看一眼 你这个嘴有没有问题 好不好 没事就让两百人 直接你也连走 对 有问题的话咱们再考虑 你就考虑 你去了新家之后呢 你就不用跟小胖子抢饭了 你就可以有多少吃多少 都是你的 好吧 你跟小胖子在一块老挨饿 我跟你说 大黑走了之后 你就要开始你的减肥计划了 你也有人问了 看完一眼 你减减肥再走 好不好 去人家别这么吃 这么吃容易吓着人家 大黑 去人家要做一个乖乖的小猫咪 不要发挥那么多聪明材质 好吗 不要斗志斗勇 没有用 做一个小可爱就可以了 你这么可爱 不过领导人就是看你聪明 他喜欢你的 去吧 咱们出发 反正我就觉得 牙还是不是很好 牙也确实不行 让他吃没事 吃没事 就是我跟家我也掰不动他 还是不行吧 他嘴角也乱 他能走吗 我个人承认他要是这个 你看他嘴边上 是胃口炎还是挺严重的 他不会也得拔牙吧 我今儿不会得给他再带回去吧 先看看 先认识认识 可以两手准备 就试试 先吃吃药 先吃吃药 看他股娘变化了 给他股娘喷点药 如果他没有愈合的话 不是特别好的话 尤其是右侧 就还是之前那块 今天刚跟小胖子道别 刚跟打黑说 去了新家就没人给你抢饭了 你还得跟小胖子抢饭 会很麻烦吗 他治疗 我要是自己带回去 给他那个什么的话行吗 也可以 就是回家就是吃药 用的那些该用的东西 没什么特殊的东西 家里还有其他小胖子吗 我们家原住民 现在暂时不带 那就还好 我们带回去吧 反正这是一常的治疗嘛 反正就是如果是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我们或者再去接他 什么都行 反正我们好几个猫 都在北边那一片 我们把它带回去吧 然后如果后续有啥问题的话 我也在 我也在那个群里 在跟您说 我以为我的田鸡咋这么猫 我们家那要 早就已经上餐下去了 虽然是个小姑娘 跟个土匪似的 打黑是见过世面的 没事 吃东西行了 吃东西 交通力都没事 都没事 就是抢不过小胖子 小胖子太能吃了 他不是也要送走了呀 对 我们现在在群里面看 对小胖子也要送走了 那他现在可以打疫苗吗 不行 也不能打 好吧 你们那边打疫苗方便吗 我们家楼下 倒是有一家 就是不知道有 现在疫苗不一定有 对 这还真没 因为我在这儿上 给他留了两针疫苗 已经开完了 然后你也没了是吧 哦 涨价的对 就是官方自己说涨价的 这回不是那个 确实你很机智 那会儿我让你给我存一盆 你给我存 没有 我先给你存一盆 你偷一下 打黑 那先去新家 咱们先试住 撑吧 咱们赶紧好起来 好起来就不用再回来了 你看你看孙岩就害怕 是不是 还是得回来了 背到原包感觉 那个刀 对 大家要改名的是吧 我铁词加猫猫叫恭喜 他就叫发财 然后小名可能叫咕咕 因为我们家原住民叫扑扑 来 到宝宝 到家了 出来待会儿了 出来吧 看看新家 来吧 哎 我以为他应该喜欢这个 出来吧 景多好 外面真的是山景 出来待会儿 这上面给他已经搞好了 我们家那只就天然爬在上面看外面晒太阳 看看怎么样满意吗 挺好哈 喜欢试一下领地 以后都是你的领地 嗯 好不好 这是你在叫 我以为他 我叫 是吗 宝宝 好家伙 你是 应该吃吃该给 给他再来点水 给他饭点 嗯 嗯 嗯 再尝尝水 罐头里可以给他多尝尝水 让他多喝水 在这一路也没上水 嗯 没喝水 嗯 嗯 你是心挺大哈 娜娜小胖子吃饭更开心 活成这样是有道理的 嗯 这就是聪明猫 他吃饭是咬呀 我还头一次见他 平常只是被小胖子挤走了 平时都是我给他拌水就吸了 他也没机会咬 嗯 真棒 我踏实了 你吃吧 我们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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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